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没有想过这一剧会让我夺得金银奖 当时更多的想法就是 通过这样一个好的文学名著的文学基础的剧本 感验自己的表演 想的是怎么能把角色演好 把这个故事表达好 不要提这个词行不行 有没有罢了 反正恶子不会再提胡锡窑这个词了 谁也不要再说 谁要再提这个词 你干什么呢你啊 下次谁再提这个词 就拿少数的转拍自己倒的 包括这次的飞天奖 也真的没有想过 只是想过怎么能把李延年爷爷这个形象塑造好 能够还原当时的时代 还原这个人物当时的风采 想把这一份感动传达给观众 所以这两次得奖对我来讲都很意外 每个人对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吧 对我来讲 其实抱冷门不抱冷门 我觉得都无所谓 反正对我来讲我也很意外 冷不冷门我觉得拿到奖最重要 我不太在意这种说法 因为我觉得作为演员 首先还是拿角色与观众交朋友 与观众对话 我当然不希望观众看到我 哪个角色都觉得这是王雷 显然我没有塑造好这个形象 如果观众每次看到我一个新的角色出来 观众就说这是孙少安 这是李延年 或者这是金太郎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对认为演员来讲 应该是很开心的事吧 至于能不能记住你的名字 直接和历史会检验这一切 我确实不太担心自己会飘起来 一直以来不论是在北京仁义 包括我们家庭的整个环境 对我的一个肯养和打磨 让我一直比较清醒 比如说当年《平凡的世界》 也是拿了金鹰奖 当时我记得拿了奖 就回到仁义 继续演话剧了 回到北京 好像就在排练滑变的一个话剧 没有几天就演出了 我觉得一切还跟以前一样 只不过可能你心里多了一份使命 多了一份责任 多了一份国家和观众给你的荣誉 就要提醒自己为了要做得更好 学方言也好 吃与人物接近的食物 或者体验他的方方面面 这些外部内部的感受也好 他都是一种进入这个角色的一个途径 我更习惯于从外部 先找一些资料 比如说像李安年也一样的人物 他有很多视频 采访 我都可以看 一边看 我就一边去想象 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包括他的口音 他有点河北昌里的口音 还有一点东北吉林的口音 就是他的口音是柔杂的一个味道 就仔细听他说话 包括他的语气 他的呼吸 他的语言的习惯 他的语言的节奏 就是外部的 内部的就是通过剧本 想象当年那个战场 环玉那个时代 去感受这样英雄的情怀 保下外国这样的英勇的精神 我不太担心这一点 因为作为演员来讲 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觉得真正的商业价值 是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觉得真正好的作品 它的历史性的 它长年以来的重播率 和在观众心里的位置 我觉得那是真正的商业价值 衡量一个演员的标准 永远是作品 你的作品够横 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演员 不是有商业价值的 我觉得流量这种 和演员初心是不矛盾的 什么是流量 真正的流量 是人民的检验 你不忘初心就是你提醒自己 永远要以最好的状态 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去 拿出最好的形象 回馈人 回馈观众 所以你说市场也好 流量也好 这些词 我觉得作为演员 可以不用过多地去分析 这都不重要 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你的作品当中 放到你的学习当中 放到生活的感觉当中去 其他的我觉得 不是演员考虑的事